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裁判少小 已经推进到了敌方办场的克罗地亚队不得不暂停进攻 现场宝阿试图尽快将他们送出球场 维持赛会秩序 有一名女球迷跑到姆巴佩的身边与其击爽 达成心愿 另一名篮球迷子没有那么幸运 他被克罗地亚队后防大将洛夫伦逮到 怒火中烧的洛夫伦上演锁后 爆刷绝技 将其拉出边线 随后 比赛继续 最终克罗地亚队2比4败下阵来 冲进球场的几名球迷 正式报道小贸乐队的成员 今天 俄罗斯方面对这几名冲进球场的球迷进行了处罚 俄罗斯法院以入签世界杯决赛赛场为由对这一同克乐队进行了审判 最终判定 冲进球场的4人 被输以15天尖尖的处罚 同时他们被禁止参加体育活动3年 相比之前粉线世界杯的处罚 德国新闻官 英国奔庆祝被踢回国 瑞士对不良庆祝首饰的罚款 以及去看VAR回放被驱逐的裁判等等 入狱15天最为严重 他们应该会在狱中好好反思自己的行为 我请大家订阅我感谢观看